我們現在人在鹿港 大家都知道 我租了一台TOYOTA的CC 在這裡 三個月換一次 這次輪到CC來租了這一台 那今天又有一個好朋友要來踢館 是我們誰呢 馬丁 馬丁今天要來踢館我們的TOYOTA COROLA CROSS 這個TOYOTA的CC 目前是賣最好的車子 有看過這個車子嗎 其實第一次看到四車 就是坐進去 但路上當然 路上計程車很多 然後它是台灣目前賣最好的車 所以一定非常多 所以看得多 但是沒有 就是人家說沒吃過豬肉 但是看過豬走路是不是 我沒有說它是豬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你覺得這外觀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真的蠻好看的 尤其是從TOYOTA進到模組化底盤的世代 MGA的世代 我覺得它的車型越來越有它的設計 怎麼樣設計感 你覺得怎麼樣設計 這怎麼樣特別 比如說它的車頭燈裡面有內建四條 還有它的LOGO 車頭燈內建四條 你說這個藍色的地方 對 藍色的地方跟它的LOGO的部分 就有對應到 這樣子然後對應到這個 你覺得有延伸感就對了 對對對 這個其實在設計 就是在汽車設計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 趨勢 趨勢 對對對 然後你看它這個車頭 你有覺得人家說這樣很像碾魚頭 你覺得很沒精神的窘頭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是蠻耐看的 蠻耐看 它這樣線條越簡單 你相對來講 在設計上面 你耐看成果越好 你要講實話喔 對對對 那側邊看 你這邊就是因為它是屬於這種CUV SUV 所以它的防刮材質面積非常大 務實導向的可能也會蠻寫的 他哥哥耶 SRAV4 對 其實這個 因為CUV跟SUV嘛 底盤會比較高 所以 它相較之下 會比一般低底盤的轎車 走到戶外的機率會高一點 所以當然防刮材質的設計 很重要 也是一個實用層面的考量 所以你看 防刮材質面積非常大 對 一直延伸到最後面 對 然後上面有一個車頂架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很SUV對不對 對 它其實基本上它的所有的設計 它還是朝向正統的SUV的設計的方向去設計 對 然後側邊是沒有折線的 跟德國車比較不一樣 其實德國車它的訴求 它的設計的線條是比較偏向於 就是比較多冷角 然後製造那種陽剛氣息 陽剛氣息 這個就是比較溫柔一點 其實在日汽車上面做這樣的線條 其實也是比較少限 因為一般日汽車來講的話 他們著重的就是日常的使用性 日常使用性 什麼叫日常使用性 日本造車它的出發的觀點就是日常使用性 哦 而且在設計方面的話 他們會以比較耐看 嗯 比較易於保養 比較耐看比較容易保養 對 你看它這個鍍鉻都做得 對 很多耶 那後面呢 韋登你覺得 韋登的話 其實它這樣的設計是非常的 嗯 比較偏向於大眾化的口味 就是會越多的 比較保守啦 對 會比較讓消費者 就是大多數的消費 比較能夠接受 一個外觀造型 CUV目前齁 在這台出出款之前 賣最好就旁邊那台 Kicks 差很多齁 這個感覺就比較年輕 其實Kicks它的消費族群 是比較偏向於年輕 因為從它的配色 還有它的外型 還有它的外型 還有它的裡面內裝的設計 其實都是比較偏向於 光看這個車尾就知道它比較保守 OK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個我覺得比較奇怪 一般都是下面防刮材質上面是烤漆 就它是相反 它是上面防刮材質下面烤漆 哈哈 這個設計有看過嗎 這個部分的話應該是 神操作 它的風格 風格喔 它必須要前後都一體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 打開了以後 這樣子的空間你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啊 如果以CUV的這個級距來去看的話 這個比Kicks大很多 我覺得它們兩款車的消費者的那個級距不一樣 基本上是不一樣 它更小啦 這個應該是RAV4跟Kicks之間 對對對 然後這個德國藍寶的吸塵器 有需要的 怎麼唸啊 叫一下 Blaupt 德文是這樣唸對不對 這個有一個軟管 有需要的 右上方有連結 然後我們最近會拍這個 前後鏡頭的F970G的Car Cancoder 就是行車記錄器 據說還不錯 CP值非常高 電動尾門 來 那你坐那一邊 後座我們來看一下 坐進來 是不是感 這已經調整到你的座姿了 對 這目前是我的駕駛座姿 那你覺得怎麼樣 如果是以這個車長的級距它的軸距 因為畢竟它的軸距沒有到非常的 像一般SUV這樣子的 對 這樣長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軸距來講 它的設計已經是 已經很不錯了 有在及格的標準的上面 這個如果你搭一般的CUV的話 你可能已經碰到了 對我一定會碰到 但是因為我身高 我身高畢竟也是已經超過 六尺堂堂大男兒是嗎 那坐的感覺呢 其實它的座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做 因為它的包號棉夠厚 你是怎麼樣 你是原廠派來的 但是 怎麼都是優點 它還有一個需要改進的地方 是它的那個長度 你說這個大腿的支撐 這邊還有你看 對 它比較淺 對 它如果可以再做稍微 或是它的椅子稍微 大腿的支撐再做好一點 那這個就滿分了 所以這個地方你看 大家看 這個地方會沒辦法支撐得這麼好 對 納智傑的U6支撐性會比較好一些 我那時候坐是反錯 而且 寬度的部分 寬度其實 做一個男生可能就不行 你看我們的 其實它的訴求應該是 最多是以四個成人為訴求 四個人 這邊一個小朋友還可以 但是它的座椅發泡棉設定非常適中 舒服 而且它的好處是它的 椅背的傾斜度感很好 你如果太躺 你坐長度其實不舒服 如果你太挺 也不舒服 它剛好是取決在 一般CUV這個會比較挺 對 那這一台就比較好一些 其實它冷體工學座還算不舒服 OK 那這邊還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我們去看一下前座好不好 OK 我前座看看 先看一下它門板用料 還有這些 讓你覺得怎麼樣 都是軟質的 全車軟質塑料 其實現在造車 他們現在造車都是 內裝都是走這種 縫線的造型設計 但是造型這不是真的縫線 因為手工車 都一定會有這個縫線 為了塑造這種質感氛圍 所以它的全車的縫線造型 包括後座 後座我們有發現它有做這個封線的造型 對 這個都是一些 就是塑造一些汽車內裝質感的一個 但是也很重要 你可不可以先啟動 啟動完全沒聲音啊 對 這個就是Hybrid的好處 你看 馬丁發現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它的這個 沒辦法關 冷氣 就是出風口沒辦法關 一般的車子這邊會有滾輪 對不對 像有歐系車的話 都會設計開關 然後發系有些是兩個一體 那這邊可以關 其實它的設計跟發帶是一樣的 這樣是可以關 它比較實在是一樣的 對 中間這兩個不能關 所以手如果太冷 沒辦法 因為它 因為每一台車在開的時候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它的冷氣口 會直接吹到我們這個手指頭上面 所以你開長度開久之後 你的手指頭就不是很舒服 它現在雖然不是全數位化 但其實已經基本上資訊都是數位化了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對 然後整個資訊都在這邊 然後車機 大概是這樣 你覺得這樣子設計 Dashboard設計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現在 有沒有看到現在的新車款 它們的螢幕擺在上面 對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我以為是iPad的關係 其實你在開車的時候 如果你要看導航 這樣看的視野會安全 所以也是一個人體工學 對 Human Interface 沒錯 然後單區的 橫空空調是單區的 對 下面有一個置物空間 它這裡面也有氣氛燈 這台車 以前是只有冰式氣氛燈 你看藍光 然後這邊是這個樣子 它這個檔位有多一個B檔 油電車 油電車有 對 然後這個地方也不錯 可以伸縮 它可以上下固定嗎 不行 但是它就是伸縮 這樣 然後裡面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裡面還有個2.1A的充電 是齁 就是符合現在的需求 但有一個問題 缺點就是它這個地方 整片全部是硬直塑料 上面這邊 整片 大概是這個樣子 感覺這裡怎麼樣 還可以 黑色頂紅 黑色頂紅怎麼樣 比較不會髒啊 對 而且比較好整理 沒錯 這車子就是感覺馬丁 對它的外觀跟內裝都蠻喜歡的 其實Toyota Toyota的車子 它就是比較符合大眾的一個 口味 口味 所以它其實它很多塑料的手邊 都做得不錯 就比較不會搖手 有啊 這裡 這裡 它比較不會搖手 你摸起來是順的 那有方向盤的握感 你就覺得讓你在開車的時候 比較不用去廢皮 真皮包覆的 去煩惱開車 OK 那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好 我們實際上路囉 Let's go 哇 今天真的是 太久沒見到這個熟人 你大概來我們頻道裡面 今天分享過幾台車啊 我看 Volkswagen的Sharang Sharang 然後還有 Gitio的208 還有Kuga Kuga 古特的Kuga 然後還有 Aktavia Combi 對 幾乎我們這個影片沒拍幾集 就被你占掉10集 哇 這個馬丁啊 大家好大家好 好久不見 你是這段時間跑去哪裡了 這段時間呢 就是國人陰境的義務 國人陰境的義務 對 生小孩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就是當兵 那在之前就是回 薩爾斯堡去的 回德國去了 對 所以有一段時間住在德國 然後回來就當兵 你看頭髮都改變造型 眼鏡也換了 眼鏡也換了 為了當兵 犧牲這麼多 就是我們剛好租到這台 Toyota的CC 然後這個讓馬丁忽然腳就癢癢了 聽說最近又訂了另外一台這個 德國的車子 哪一台 先賣個關子 先賣個關子 等到他來的時候 我們再好好請他來分享 但是今天他看到這一台腳就癢了 哇 撩起來 你知道嗎 上這個預約這個來踢一下管 這個剛剛我們已經從外觀內裝這邊開始講 但是在講這些之前呢 我們現在了解 你現在開哪一台車 我現在是開Aktavia Combi Ata Ata最近很熱門 很多人 新的外觀跟內裝整個都不一樣 還缺車 現在業務都說 他們不是在賣車 他們在賣訂單 不知道在幹嘛 而且你賣訂單沒有獎金 所以快活不下去了 趕快這個晶片荒 趕快解決 那業務真的很痛苦 每次在漫長的等車期 對啊 那個消費者也是要等很久 對對對 那就是你是Aktavia的車主 對 柴油的 柴油的Aktavia三代 那一台現在開了多少里程 現在19萬多塊20萬了 哇塞 所以你都只開歐系車 大部分都是以歐系車為 都是福斯 VAG的車多 然後還有Pajure的車子 之前還開過義大利的車 對 Alfa Romeo還有那個Feyrater 那你在德國或奧地利都開哪個牌子的車 雷諾 雷諾的車 法國車也多 還有奧迪 奧迪 OK好 德國跟Alfa 反正都是歐洲那些車 所以日本車的經驗算少了 日本車相較之下就不是那麼多 唉唷 所以今天來體驗這個有沒有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先從外觀說起好了 你覺得日本車跟 就是這一台CC跟其他你覺得 這一台的設計其實 如果放在台灣的汽車市場 的確是蠻討喜的 蠻討喜的 它的所有的設計都是以耐看 耐看 你是說歐洲車不耐看是不是 因為文化上面的差異 所以對審美觀上面就一定會有些許的差異 我們亞洲去日本的亞洲 我們跟他比較相近 對 所以我們看 我們會覺得日本女生比德國女生漂亮 就是這樣 哈哈 開玩笑 這個審美觀 你就覺得說 日本車的車為什麼在台灣賣的特別好 不是只有妥善率好 是連外觀外型設計也比較喜歡 得到台灣人的肯定 沒錯沒錯 那所以外觀你覺得這個車子 你以一個這個 德國車的愛好者來看 你不會覺得 這是台灣人喜歡 你不喜歡嗎 還是你也覺得還不錯 其實蠻耐看的 蠻耐看的 對是真的蠻耐看的 實用層面來看的話 人家都說 日本車就是 一開始很帥 可是過一段時間就不耐看了 結果這台你覺得還蠻耐看的 蠻耐看的 真的 因為它線條比較少 線條如果是越單純的話 它的耐看程度就越好 喔 買一台車 好像改了一個世代以後 這台就變老車了 這不會 是這個意思 OK 那空間的部分 其實以它的軸距的級距 其實它的空間真的規劃還不錯 空間規劃還不錯 非常的好 你是指行李箱空間還是後座空間 後座空間 因為它這個級距的後座空間 就是差不多 就是這樣 你跟哪一台車比 其實就是像 像那個 Kix 或者是HRV HRV 差不多 但是Honda的 那台CUV 可能它的設計的取向跟它的課程 可能就不太一樣 比較年輕化的 對 或者是Nissan Kix也是 對 所以你覺得這台是比較老人在開的就對了 不是 這台是符合 大部分的人 對 台灣系列市場的話 基本上超過一半的消費者 都有 都會覺得它不錯 就在設成範圍 都不是說 只是符合年輕族群 或者是女性族群 對 它是符合普羅大眾的口味 而且 這樣子空間規劃 它不是只能 這種 比如說 兩人世界 或單人個人駕駛 它連小家庭 或者是 普通家庭 都可以把它當成是 它的一個 需求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覺得它的範圍更大 其實還有一個現象 因為現在台灣 出生率 比以前 稍微再降低一些 所以它人口老化的程度 也日漸加劇 嚴重 對 所以在這個氛圍之下 這種CUV的車型 就會受到 所以CUV現在也賣得很好 更多的長輩的 喜好 青賴 因為 一個關鍵 CUV為什麼會紅 還有另外一個關鍵是 它的座椅的高度 它不會太高 也不會太矮 它沒有SUV 還要蹬一下 沒有房車 你還要蹲一下 就是剛剛好 長輩在上下車的時候 其實它的腰的負擔 會比較小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車會不會賣的一個關鍵 現在的SUV 也都訴求低底盤 都教室底盤 所以其實 這是一個趨勢 但是正統的SUV 還是會稍微再高一點 稍微高一些 因為離地高 因為它必須要符合它的越野性能 那越野性能 你沒辦法去排除掉它 底盤高的問題 所以它底盤勢必得要做高 但是像CUV 它是強調 因為我要失去待負 因為像我在歐洲的經驗是 CUV這種車型 其實開的消費 就是買的族群 通常都是比較長輩 蛤? CUV的台灣是年輕人 其實非常非常難想像 會買CUV的 在歐洲 我看大部分的消費者 都是比較年長 歐洲有什麼CUV 比較熱門的 像Forsfagen的T-Rock T-Rock 對 Forsfagen T-Cross 還有Forsfagen T-Cross 2008 Shikoda的Comic 對 還有雷諾的Capture 那台灣沒有賣 台灣沒有賣 那個車在歐洲是賣得很好 還有那個Feyrter的500C 所以就是在歐洲 反而CUV是比較年紀大一點的人 在選擇的就對了 相較之下 占比會稍微多一點 就是每個市場 它有不一樣的定位 開歐洲車的人 都有一種歐日不相容的感覺 我是開歐洲車 日本車不要跟我說 開日本車 歐洲車毛病多 不要跟我說歐洲車 沒有了 馬丁剛剛好像從歐洲車轉變來這邊 完全沒有違和感 不過剛剛講的就是外在 現在來聊聊這個車子開起來的感受 剛剛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是張濱工業區 對 完全沒有車 所以剛剛有沒有配一下 感覺怎麼樣 其實它的動力輸出 在以台灣的交通環境來講的話 它這個配置的確是正確的 因為你大部分的速度 都會控制在40到100公里中間 40到100公里 對 這個速度是在台灣交通環境上面 非常常有的一個速度 所以它在這個 它給的那個力道是適中 它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就是讓大眾都可以接受的 這個駕駛力道 不會太沒力 然後也沒有很有力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適中 對 所以這個就是對 剛開始要開這台車 去試應這台車的駕駛者 會花比較少時間去乾 去磨合它 所以這個車 會滿符合大眾的口味 對 就是滿符合大眾口味 但是就是比較沒個性 你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它就是 主要的需求的市場 就是大眾市場 所以它做的這樣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對 然後在開的時候 現在因為是TNGA新世代的 這種新的架構 對 據說啦 你看像這個 90度角 感覺怎麼樣 不錯 跟以前 你對Toyota Artis 這只是Artis的底盤嗎 對 新的Artis的底盤 那你對Artis以前的印象 跟現在這台 感覺怎麼樣 它有差嗎 我覺得它進步很多 進步很多 聽它拼量性這樣 這進步非常的多 我這兩天 我大概已經開了兩三天了 我真的覺得它的操控感 跟我妹的那一台Artis 差很多 有差 一定有差 跟我爸的那台Raffle 如果我爸是4.5代 我爸那一台就會飄 這一台就 這怎麼感覺 其實我剛剛開西濱 在換車道差不多 時速90公里 換車道的時候 就我明顯感受到 它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他已經慢慢的擺脫那種 以前日系車 會給普羅大眾的一種印象 就是軟 然後不安全 沒有說 但是就是相較之下 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是令人非常激傷 那就是剛剛講動力跟這個操控 你感覺就是進步 操控進步很多 動力是適中 再來講隔音 現在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風蠻大的 對 我覺得因為普遍來講 很多人都說它的隔音 做得不是很好 底盤傳進來聲音很大 甚至輪拱的聲音 簡直這地方根本沒辦法聽音樂了 音樂聲音可能要開真的很大 其實我覺得如果換一條 速定性更好的輪胎 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那底盤的聲音呢 隔音的部分 底盤的聲音其實 以國產車的這個價位來講的話 它剛好是在這個水準之上 水準之上 對 但是如果又跟進口的 比如說像CAMIC 也在這個價位區間 那你覺得有落差 CAMIC是歐洲車嗎 還有T-Cross CAMIC它會比較偏向於 對動力需求上面 需要多一點 對比較需要有點機型的消費者 他可能會去選擇 偏向歐系引車 或是馬力比較大的車種 但是以這一款來講的話 其實平常代步的話 因為它油耗也蠻深 油耗已經到23.4 跟柴油耐的柴油也差不多 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你覺得就是油耗也好 動力也好 然後隔音尚可接受 OK啊 以這個價位來講 這隔音是很不錯的 這隔音是很不錯 然後就是又好維修 又好保養 又是Toyota 而且它零件應該算是比較輕盈的 還有它的保養的費用 也相較比較容易處理 對 所以以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最後當然就是要來個真心化不冒險 剛馬丁已經分享 他整個操駕過程的心得了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你來分享一下真心化 假設你今天要買一台車 然後大概範圍也大概在100萬上下 你有可能會把它這台油電的CC 列為考慮範圍內嗎 這個跟我住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關聯 如果我今天住在比較城市裡面 比較大都市裡面 我應該會考慮這一款 所以你如果說今天住在像我們這種鄉下地方 我應該會考慮比較 如果是我只有代步成本考量後 我應該會考慮柴油渦輪 柴油渦輪 但是如果是在市區通行的話 那油電車絕對是個優選 但問題是這個價位有什麼柴油渦輪 現在台灣汽車市場 柴油渦輪越來越少 因為這是世界的趨勢 因為歐某現在也在搭柴油車 其實是蠻可惜的 所以以這種燃油經濟效率來看的話 柴油車如果沒得選 那就只能選油電車 沒錯 因為選油電車的 以往購車的經驗 油電車通常一年里程開超過2萬公里 才會比較划算 柴油車就是超過3萬公里 其實買車的時候就是按照這個的 你要知道你到底使用的情境是怎麼樣 沒錯沒錯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馬丁來跟我們分享 他開的這個CC這一段時間 當然開的時間不是很長 但是因為開得很用力 沒有沒有沒有 安全的速限方位 按照台灣的速限標準方位 來開這台車 因為他在德國都開那個 無限速高速公路 來這邊看到 這小case 我腳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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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這個感覺就是很不錯 第一次開這個油電車 因為它的起步的質感 的確是蠻符合台灣大部分消費者的需求 就是我要柔順的 然後要非常 就是不會有頓鎖感 然後起步的時候就是很順的順的出去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像今天天氣這麼熱 我們在路邊停著喝個咖啡 還可以吹冷氣 對 油電車的好處 油電車的好處 那柴油污輪這個東西就比較集會一點 就是在路邊 不能怠速 盡量避免 盡量避免 會有些後續的衍生一些問題 這個就是油電車的好處之一 然後它的一些保養的費用非常的低 因為油電車 它的煞車皮耗時的比較少 比較慢 就是它的整個持有成本 你只要把它的電池 一開始就考慮進去的話 電池大概看你的使用的狀況 我當時是20萬公里才換電池 所以其實這個CP值非常高對不對 而且它的剛性 它的剛性說實在的話 剛性的進步很多 進步很多 因為我剛剛過這個彎 其實我會很放心的過去 不然你以前會很不放心嗎 以前的話會稍微有點就是會 會踩煞車 會比較不會這麼的 放心過去 對對對 會給它一點空間 太好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馬丁分享 我們這台TOYOTA CCCCROX 這個新的 那它最後也是建議大家 如果是在比較市區範圍內的 然後里程數超過2萬的 然後口袋預算有大概100萬 其實它這個定價車其實非常的好 好好好 對對對 就比Rub4便宜 然後又比Artist沒貴多少 那又可以擁有一台休旅車 而且又是油電的 太炸了太炸了 CP值太高 那我們感謝這個馬丁 然後我們希望你的車子趕快交車 我們來分享你的愛車 沒問題 好我們期待下次跟你碰面的時候 就在你的愛車上面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我靠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